好在这单元中我们要讲的是 ECL函数的应用 自动抓取整户家庭成员的讯息 那我们来看结果这边 就是说我今天来讲呢 我基本上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了一个 负号 我把它拉近一点 让你看不了清楚 在这里 地址这个地方我拉了一个负号 有没有 那这负号呢 我输入进去以后 我要看到这个户里面有哪些人 那这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根据负号来讲就在这里 104913这里面总共有几个 无比 所以有王东宁王可儿 王东华王春莲王春祥 有没有 那这时候呢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把它资料抓出来 那这里面我们用范例来说明 范例来说明 第一个我要做这样的动作是我的序号怎么出来 需要是衣服 那我没有衣服来作业 如果说关系这个储存格不等于空白 那我就给他来个列编号-2 否则我就空格 这样子 那这样子来讲呢 我这样可以往下拉 看你要拉多少随便 然后第二个 我们来关系 就是说你要找谁 要找谁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106300 我就打一个106300 我就找这个人 那我要怎么去找他呢 很简单 关系的地方 我们用的是一个函数叫做 FILT FILT函数在第二个参数就正列 就你要抓的资料 你要抓哪些资料 我要抓的是什么 关系 关系在哪里 这里 所以我抓是 72到726 属存格 有没有 然后 到底我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哪一个 条件是哪里 条件就是说是这个 户号 有没有 等于哪一个 等于我刚刚所指定的这一个 O1 有没有 属存格 那因为我这样作业呢 基本上呢 你忘记了我要复制的话 我要干嘛 加大德赛 因为我要忘诱copy的话 我一定要加大德赛 把我的范围里面 资料都要锁起来 锁起来 西兰不用锁 西兰是你要修改的 要修改的 然后又刮好以后 Enter 他就跟你讲一喵 户主 妻 长女次 女三女四 他们叫六个人 那哪六个人呢 我们只要把什么 我刚刚这个公司有没有 偷机 先把他拉过来 拉过来后注意到 他都有出现资料 但是这资料不是我要的 第1个 家庭成员在哪一个 位置 家庭人就是姓名 姓名是在V栏 说我要把这个公式改成什么 V2 到V26 然后他就出来了 有没有 他就是王柱王红英 有没有 王雪霞王洋秋 王亚军王亚真 他就出来了 然后性别 性别就是在哪里来 性别在D栏 所以我把公式改一下 E2改成D2 D26 确定 然后男是女生 年龄呢 年龄是在依然 所以就把这个F改成1 依然 OK 植物 是在F栏 然后最后面地址 地址就是积燃 我就把它改下去 那这边呢 他基本上资料就干嘛 全部都照我水药的栏尾 抓进来的 很快 非常快 你看到这个样子 哇 他好快 抓资料非常快 都照出来了 特别注意到 特别注意到